為什麼外面的人不斷說運送大哥死了 是不是真的? 對不起, 桑柳 是真的 不是的 怪不得你告訴我, 不是真的, 是不是 運送大哥是沒有死的, 是不是 不是真的, 是不是 不是, 怪不得你告訴我 運送大哥, 你在哪裡? 你回來, 運送大哥 我不要好好照顧他, 對不起 我們沒辦法找到運送的屍首 我希望主公可以為他立一個衣冠寵 來紀念他 應該, 簡據日子立衣冠寵 舉行弓制, 讓江夏的百姓都可以哀悼他 我還會追封他為穴器教位 以表揚他的英勇 是不得你 不是, 玉琳 是個雞串 和玉琳 包括玉琳, 是個雞串 和玉琳的以為是一句, 來? 玉琳吧 叫玉琳, 要怎麼回事 玉琳, 是我嗎? 玉琳, 是我, 玉琳甚, 玉琳 Domin? 我中了尖的 原來是你救了我 我記得了, 阿樹大哥 還有你幫忙死來救我 麻煩你 又說懸崖難倒你 救命… 救命呀, 救命呀 桑柳姑娘, 我知道你很傷心 但你別這樣 我知道你和雲信大哥 以前經常在這裡聊天 但可惜現在棵樹在這裡 他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你別哭了 雲信大哥他什麼都沒說就走了 他只留下這個銀幣給我 是他送給你的 是雲信大哥鄉下的銀幣 他有次說要回鄉下不再回來 之後就送給我留念 那你要好好地保存 我不想雲信大哥這麼孤單 我拿來給桑柳姑娘你 你替我放進衣冠寵那裡 我不想雲信大哥只有衣冠寵 不行 我不能讓雲信大哥施首捕施放的 我要去找他回來好好安葬 你說得對, 讓我去吧 桑柑, 不要 你當兵的, 善離職守會受到責罰 受罰就受罰, 不管那麼多了 我和你一起去 不要了, 你女孩子人家去很不方便 而且主公也不會讓你去 你去吧 我想為他做點事 你已經為他做了很多事了 好, 反正你要答應我 一定要找他施首回來 等他入土偉案之後 我要為他受傷三年 受傷?你們又未成親, 不用的 我一定要這樣做 而且我終身也不會再嫁 終身不嫁? 即是…即是你為雲信大哥守寡? 不需要這樣, 一輩子守寡很可憐 我想雲信大哥在天之靈 也不想見到你為他守寡 你這麼年輕, 你應該再嫁人 不…你還沒嫁過, 你不要… 凡根, 雖然我們沒有夫妻名實 但我對雲信大哥的心是從一而終的 你別這麼傻, 這麼癡心 其實雲信大哥並不是喜歡你的 你說什麼? 總之, 守寡就不好 你聽我說吧 凡根, 我明白的 你是為我好, 不想我守寡, 是不是? 你…你才會這麼說 雲信大哥怎會不喜歡我? 他現在一定很想念我 我一輩子都很想念他 所以瓜哥, 只要把我放在這裡 有一次是 其實你身體的內容 你吃在我身上 你自己有繫中被的 你看, 拍它的內容 在其他在下, 是不是! 万生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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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生大公 這個一定是曹操的細作 雲信大哥呢? 雲信大哥… 好, 我終於找到你了 你不用浮屍蜂野 雲信大哥, 你不用怕 大家在這兒會… 雲信大哥, 你還沒死 我給你喝水 怎麼樣?雲信大哥, 你怎麼樣? 怎麼樣…好點了嗎? 你支持住… 雲信大哥, 支持住 救命… 什麼? 師馬謀事 快過來幫忙 雲信大哥, 你支持住 你有救了 來 是 參見主公, 周都督 師馬謀事的情況怎麼樣? 他已經酬請了 好, 只要多休息一段時間就可以復原 這樣重箭法都可以沒事? 師馬謀事的耳傷和骨折都不少 但是沒有箭傷 好嗎? 參見午後 師馬謀事, 你有傷在身 不必拘禮 坐 謝午後 知道你中箭墮崖之後 我一直都寢食難安 如今見到你安然無恙 我實在很高興 謝謝午後關心 其實也沒什麼, 只是隻手 周都督說 當日所有人都看見你腰間重箭 為什麼楊醫工說你沒有箭傷? 周都督說得一點也沒錯 我真的中了箭 不過幸好 有個鄉下的小腕椅夠硬正 幫我擋一擋 才撿回身材沒事 要不然被人亂放箭, 射死了 變成箭珠落到地府就不值得吧? 當日是我下令放箭的 令你受傷, 我實在很過意不去 不過當時的情況實在情非得意 希望司馬謀事你會明白 明白 萬一世俗在周都督面前逃脫了 真是好語很沒面子 司馬謀事你有傷在身 我們當然不打擾你太久了 我已經派人去江夏 通知劉皇叔你的情況 你可以在這裡專心休養 謝謝午後 你說如果個個心得好像午後那麼好 就好了 你現在看的是T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鐘 訂閱吧